IGHT 如果這樣子 張之君是我們昨天所講的 他是オンロ厚艦 那我們看看 中國用飛彈打台灣 後來要去用錢買台灣 他要用九二共識來照顧 台灣這些都是謊言 都是他要併吞台灣的一個狂言 這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那這個普世的價值在今天呢 因為中國因素的干擾 而使得台灣沒有辦法加入這一次世界衛生大會 我想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都知道不管是傳染病 或者是其他的對於人類健康影響的因素呢 其實非常的多都需要國際共同合作 尤其是這個新興傳染病 細菌或病毒並不會辨識 是哪一個人種哪一個族群哪一個國家 我們知道從過去的SARS 流感病毒還有瘧疾 還有會結合等等 這些細菌或者是病毒呢 隨時在國際間走來走去 它並不會因為你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或是哪一個民族呢 可以得以性命 所以呢 這也為什麼說 世界衛生組織所接觸的理想 Pairs for all 應該呢 涵蓋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那我們也知道說 中國的因素一直干擾台灣 能不能加入世界衛生 加入世界衛生大會 或者世界衛生組織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從早期1997年 李建總統的時代 台灣就一直倡議 希望能夠以各種方式呢 能夠加入這個世界衛生的平台 但是呢 常常就受到中國因素的這個干擾 那當然我們知道 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時代 那他是所謂的 承認九二共識 然後呢 讓台灣能夠以短暫的 這個 Chinese Taipei的身份呢 能夠到世界衛生大會 來開大會五天 那這個 是不是符合 台灣人民的需要 是不是可以讓台灣人民 可以 從此以後 高枕 這個 可以加入這個國際社會 跟國際組織 結果 事實證明 這是行不通的